大家好,我是一单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们都会有变心的可能 为什么人们都会变心呢? 这个原因就很多了 不同的人变心的原因就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女人们为什么会变心 一,男人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 当一个男人给不了一个女人 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女人可能就会变心了 举一个例子 女人想要结婚 但是男人一直没有想要结婚的打算 每次女人说结婚的时候 男人不是沉默 就是说这件事情还早 那他可能就会离开了 二,一个男人给不了一个女人 希望和未来 当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身上 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时候 女人就会变心 女人不嫌弃一个男人穷 但是嫌弃一个男人没有上进心 不知道奋斗 女人和男人在一起那么多年 但是男人还是一成不变 女人就会灰心一冷 变心离开 因为和你在一起 她是看不到希望的 三,男人太幼稚 一般来说 女人都比男人成熟得倒 很多男人年龄很大了 但是还是很不成熟 女人都想找一个成熟稳重的老公 因为成熟的男人会比较照顾女人 一个男人太幼稚了 女人会很累的 所以女人就会变心 四,男人身上有不好的习惯 或者无法忍受这个缺点 女人就会变心离开 男人身上不好的习惯 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女人可以忍受 但是时间久了就不行了 一个女人一般来说 是不容易变心的 女人会变心 肯定是因为男人做了什么东西太过分 让女人无法忍受 大部分女人都比男人专一和深情 很少有那种特别花心的女人 所有男人们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才能知道自己的女人为什么变心了 如果一个男人很好 女人是不会变心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一丹 欢迎大家关注我 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可是我可以超市区留言 那就不悲嗦了 还要不跟〔法乱